大家好我是傑姬傑克你好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一款我覺得看起來配件很有趣的一款桌遊 叫做Treasure Island 金銀島 因為它裡面居然有圓規 自從國小畢業之後就再也沒有拿過圓規了 沒想到之後拿圓規居然是玩桌遊的時候 那看這個玩法呢 好像是有一個人要扮演羅傑 那另外呢 一到四位海賊呢 這就要去尋找他的祕寶 裡面還有一本小說啊 有點像是這個一樣 可能這樣之後圓規畫上去比較好 畫上去之後才可以再把它擦掉吧 就是材質有點像是 妙筆神拆那種畫畫版 地圖大概也不算大 這就是它的 圓規這圓規也太大隻了吧 這要幹嘛 等一下再來研究 這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小地圖 這應該就是那個吧 羅傑了吧 這邊是其他的海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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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 好嗎 這邊是最好的海賊 在城市場裡 在城市場裡 他在城市場裡 都會有什麼 在城市場裡 有很多海賊 哇 哇 哇 這是畫圓圈圈 這是什麼自備針 很奇怪刻度的尺 這是小的紫北針 奇怪了 為什麼沒有看到筆 筆在這邊嗎 藏在這邊 那我在這邊 還有Token模型 果然是像藏寶箱一樣 話說我看到這個模型我就感覺這個有點像是Blood bone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後面背這什麼東西 筆上面還有這個 剛才找了好久 終於發現裡面的藏寶箱 原來是用這個去組裝的 那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說明書上有說兩把小尺就是這個 ok 再來就是這個最神奇的原規 那這個筆就這樣直接兜上去就好了 那這邊都有一個卡的地方 就是固定這個的高度 這邊是的話是吸盤 可以吸住來固定 那我們來試畫看看好了 那像這種牽制筆 用這個一插就把它插起來了 就像是玩那種廟筆神拆那種 輕鬆插起來 最後我終於知道這個是要幹嘛 就只是把它固定起來而已 像這樣吧 以上就開箱到這邊了 我是捷技捷殼你好 掰掰 我還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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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蘇我 我從來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 快